各位海内外的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一地产学校 人数位化现场播的教学 我们的课程 除了考试到之外 主要包含 千万经纪人的培训的课程 有各大公司的老板 broker 开头公司 OK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们的教材 反正我们都不断一直在更新 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过去我们用的是 不是我们自己拍的照片 那今年我会把它全部都更新为我们自己 包括这张 就是我们LA附近 那个Big Bear Lake 也是我自己亲自拍的 这样子就也不会有版权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子 应该是更好一点 我会把各个主要 最起码加州跟内华大 主要的房地产 顺便也可以介绍一下 Big Bear Lake 也有房地产 包括我们有一位学姐叫May 他好像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华侨 但是他不太会中文 但是他先生也是Big Bear Lake的做房地产的 他先生好像是百中文 所以那边也有房地产 其实他那边的房地产 很多主要都是度假的 不管是SFR的房子 或者是类似这种 不管是你想投资 或者是有人要投资 然后他们会帮你出租经营等等 有机会当然我们也可以安排 其实他是常常邀请我去 然后他说要给我免费的在那里度假 我说不用不用 等我如果带女朋友去的话 你再招待我就好 所以有机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下这样的活动 顺便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边的房地产 或去那边玩一玩 OK 那我们会陆陆续续 好比说加州 好比说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一般的房地产 其实也有主要的两三个 比较有名的大型的社区 好比说Summernit 高尔富球社区 还有一个不是那么大的 叫做Rose Range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更有更豪华的 但是一般人可能都不知道 叫Spanish Trail 据说LA这边很多大明星 都在那里有几百万三千万的豪宅 虽然 拉斯维加斯是沙漠 但是我刚才念的这几个 尤其这三个代表性的社区 都比我们LA还好 不但有花有草 还有湖 还有高尔富 他们过的真的是天堂的日子 我们在LA 就算你两百万三百万 可能也没有湖 也没有高尔富 就一个房子而已 陆陆续续 加州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要做的 如果我们再有空下半年 可能我们会做到湾区 湾区的房地省 湾区我也很熟 只是已经离开蛮久 OK 第五章 我们就开始介绍第五章 5.1 介绍所谓的Contract Law 合约在美国商业法里面 Contract Law 然后当然介绍合约的法律 就要涉及到它的有效性 合约的有效性跟合约的termination Validity 跟宗旨 然后5.2 我们介绍一下 Transport of Title 产权的转让 然后5.3 我们介绍一下 Transport of Title 是比较General的 那里面当然又涉及到 强制的 Involuntary alienation 强制的当然法院 法官拍板定案 当然也是强制的 还有贷款 贷款上面有一些条文 比如说你违约啦 还是你要卖庞子 Dew on sale 你要卖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债务清偿 那个也是他们用的字眼 也是Aligination Aligination 是比较强制性的字眼 然后5.4 我们就介绍 跟产权过户转让 当然你要去做登记 Recordation 然后5.6 5.6 最后我们就介绍 Title Ownership的证明 这是可以识识的 具体的证明 是 你是自身体 要保存的 你是自身体 是非你 我是自身体